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艺市场的节目都陆续接近尾声 因此街道的节目都陆续开始宣传 比如同样作为竞争者的向往的生活 第六季已经官宣将于本月底开播 到时候也将成为第二季度开播的热门综艺 其实跑男时本来最初也是在4月初开录 但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无奈调整录制时间 毕竟是一道户外竞技真人秀 按照网季的情况来看 基本上每次录制都会引起路人的围观 可现在因为多个城市疫情反弹的缘故 尽管节目组也一再强调不要围观 但由于国民度太高 哪怕节目组已经想尽办法远离人群 可还是小看了战姐的拍摄水平 拍到了不少的路透照 目前据知名娱乐博主爆料 已经公布了大部分的内容 作为六位原班人马里晨 杨颖 郑凯 沙益 蔡徐坤 白露以外 加上本季新加盟的周深组成的全新 七人阵容也首次同扣两项 而在飞行嘉宾方面 跟之前的名单有很大的变化 最终参与的有 胡彦斌 孟家 孟子义 宋颜飞 林云五人 本来之前有消息透露 吴轩仪也将加盟 看来最终还是无法敲定 让孟家助阵 节目首期就迎来12位艺人 回顾历年的节目来看 首期邀请如此多的嘉宾也非常少见 由于现在对于综艺节目的时长 以及很多环节的诸多限制 最终12位艺人的镜头如何分配 也考验节目组的后期水平 但是总体来看 所有嘉宾和导演姚一天状态都不错 同时 作为沙益和蔡徐坤这对父子CP又发疼了 在录制空档的间隙 沙益直接搂了蔡徐坤的腰 这让诸多男方的女粉羡慕极度恨 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录制节目的时候 蔡徐坤甚至还直接避冬过沙益 这父子二人每次在跑男的营业 都有很高的关注度 除此以外 女艺人方面也同样是看点满满 由于《飞行嘉宾》里的四位女星 曾经都参与过节目的录制 所以 也相对比较熟悉规则和流程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此次六位女星竟然集体一红衣造型亮相 尤其是大家坐在缆车上的路透照 后三排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似乎是跟首期节目的主题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这只是首期的录制 距离播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但不少粉丝都已经开始期待了 毕竟是第十季 也期待后续的节目录制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你最期待谁